俄罗斯用人民战争对决乌军的穿越机 机场防空战空前惨烈 这一点对解放军有何启示 在过去的节目中我们多次谈到穿越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目前廉价的自杀式的多悬与无人机正在改变乌克兰战场的态势 尤其是在特种作战中 他们可以发挥奇效 对俄四人来说 在一到两架图22M3和两架1276被穿越机炸毁之后 不得不面对无人机的敌后破析战所带来的严峻加战 有意思的是 俄四人现在的应对之策是玩起了人民战争 据报道 两架1276在克雷斯地空军基地被摧毁后 该地区的州长宣布 组建一支由平民组成的小队 以保护基地和该地区的其他敏感目标 俄四媒体报道称 导致1276被毁的是多悬与无人机 包括快速飞行的穿越机 这种无人机要想发挥作战效果 通常需要操作人员接近袭击的目标 也就是在视线上能够看到1276 这位州长声称在普斯科夫地区已经有800人加入到了德鲁日纳小队 在机场遭到袭击后已经有200多人提交了申请 该州正在制定一项培训计划 包括领土防御 国家安全 打击犯罪等课程 另外俄军还计划在军事基地部署防护系统 来针对未知的空中飞行物 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对此事的回应称 他不会回应由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的人员执行了任务 或者由哪种无人机或多少架无人机执行了空行任务 但是他承认这些袭击是在俄罗斯境内完成的 看到这里我们就对俄乌双方在机场防卫战领域有了一个观察和展望 这将是一场惨烈的较量 俄罗斯在遭受严重损失之后计划用人民战争来对付这样的袭击 而乌克兰一定会想方设法发动新的袭击 因为这种作战样式被证明非常高效 而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能只看待俄罗斯人受损 还要多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机场防护问题 在这方面台军方已经数次表达了有破息解放军后方机场的设想 而且台军的海龙特担队的素质也比较高 再加上两岸同文同种 解放军如何在台海军事危机时保护机场也就成为了一个新问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像俄罗斯机场那样的预袭事件呢 首先人民战争是反击敌后特攻作战的王牌 甚至是王大 可以说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 尽早识别可疑的敌后作战人员是最有效的 朝阳群众在这个过程中就非常重要 台军的特战人员有可能以大陆的口音不同 也可能行迹可疑 被提前发现破绽是有可能的 第二要有效控制机场周边所有的制高点 这是防御穿越机的关键 穿越机要向袭击机场目标 往往要求其操作人员接近飞机 最好是能够戴着威亚眼镜 能够看到飞行器的飞行 因此控制周边制高点进行警戒就非常有效 第三为机场配备便携式防空导弹和速射炮等防空系统 以及专业的反无人机预警雷达 像穿越机这样的小型无人机往往不会被大型防空雷达所发现 只能用专业的预警雷达或者是光学探测系统来发现这样的目标 而防御这类无人机并不需要高端武器 一些机动性非常好的弹炮合一的防空系统 或者是廉价的防空导弹和高射炮都能执行这样的任务 作战飞机一定要部署在机榜内 或者在大飞机周边安装可移动的铁丝网 你没看错 铁丝网目前就是对付穿越机或者是巡飞弹的有效手段之一 俄斯被大的飞机几乎都是裸露在外面的 这么做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完全可以在飞机的停机位周边部署一圈铁丝网 那么穿越机可能就无法发挥作用了 当然最好还是要为战斗机轰炸机配备坚固的机网 有了强大的防护就不会被这些低端无人机所伤了 第五在机场周边要部署能够检测异常电子信号的装备 并且能够实施干扰 电子信号是指挥这些无人机吸击机场主要的特征 也是会在第一时间暴露的 这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的部署电子站设备 第六要在机场周边 特别是停机坪的周边 部署能够快速发烟的气溶胶发烟罐 甚至是一些废旧轮胎 一旦发生危险 立刻将废旧轮胎点燃 用发烟罐发烟将飞机覆盖起来 那么农烟可以保护飞机 因为他们能够有效的对付红外制导 电视制导 激光制导的各种精确制导武器 只要准备充分 一旦发生特殊情况 完全可以有效的保护停放在机场上的飞机 总体而言 机场的防卫战过去就非常复杂 而随着自杀是无人机的成熟 以后只会更难搞 俄罗斯人现在所做的任何举策 都值得我们观察和研究 在借鉴外军的技术上 我们一定要有更加完善完备的防御措施 才能最终保护我军飞机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